每日神话 末了的工作就是说话 借着说话 人就能达到很大的变化 现在这些人接受这些话语之后 所得着的变化 就比恩典时代 人接受那些神迹奇事之后 所得的变化大得多 因为在恩典时代 按手祷告 鬼就从人身上出去了 但人里面那些败坏性情依旧存在 人的病是得着医治了 人的罪是得着赦免了 但人究竟怎样才能脱去 里面的撒旦败坏性情 这些工作在人身上还没有做 人只是因性得救 因性罪得赦免 但人犯罪的本性仍没有除去 仍在人的里面存在 人的罪是借着神的道成肉身 而得着赦免的 并不是人的里面就没有罪了 人犯罪能借着赎罪计 而得着赦免 但究竟如何能使人不犯罪 使人的罪性完全脱去 使人的罪性能够有所变化 对这个问题人没法解决 人的罪是得着了赦免 这是因着神定十字架的工作 但人仍旧活在老旧的撒旦败坏性情之中 这样就得把人从撒旦的败坏性情之中 完全拯救出来 让人的罪性完全脱去 而且不再发展 使人的性情都能达到变化 这就需要让人明白生命长进的路 让人明白生命之道 明白性情变化的途径 而且让人都按着这路去实行 达到人的性情逐渐变化 活在光的照耀之下 让人所做的凡事都合乎神的心意 让人脱去撒旦的败坏性情 让人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 达到人能完全从罪中出来 这样人才得着了完全的救恩 当耶稣做公时 人对耶稣的认识仍然是渺茫 仍然是模糊不清 一直认为他是大魏的子孙 说他是大先知 说他是赎人罪的仁慈的主 有些人凭着信心 一摸他的衣角病就好了 瞎子也能看见 死人也能复活了 但就人里面根深蒂固的 撒旦败坏性情 人发现不了 也不知怎么脱去 人得着了许多恩典 就如肉体的平安喜乐 一人信主全家蒙福 病得医治等等这些恩典 其余就是人的善行 与人敬前的外表 人能以此活着便是合格的信徒 这样的信徒在死后 才能进入天堂 就是得救了 但这些人生前 根本不明白生命的道 只是犯罪认罪 犯罪认罪 并没有性情变化的路 恩典时代 人就是这种情形 人完全蒙拯救了吗 没有 所以那部工作做完之后 还有一部审判刑罚的工作 这部就是借着话语来洁净人 来达到让人有路可行 这部若再赶鬼 那就没有果效 没有意义了 因为人的罪性不能脱去 只停止在罪得赦免这个基础上 借着赎罪计 人已经罪得赦免了 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已经结束 神已胜过撒旦 但是人的败坏性情还在人里面存在 人还能犯罪抵挡神 神并没有得着人类 所以 这部工作用话语来揭示人的败坏性情 让人按着合适的路去实行 这部做的工作比上部更有意义 比上部做的工作果效更大 因为现在是话语直接供应人的生命 让人的性情能够彻底更新 是一部更彻底的工作 所以说 末了的道成肉身 完全了神道成肉身的意义 彻底完成了神拯救人的经营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